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长空报终极预告 王一博脸上划痕身惹人疼 违背母命原因感人 2022年的国庆长假 相信很多王一博的粉丝都在期待着他的到来 因为王一博主演的第一部大制作电影《长空之王》 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 该片主要讲述了一众优秀飞行员 屡败屡战绝不气馁 无畏生死的威静 挑战自身的极限去取得新飞机的极限数据的故事 除了王一博之外 韩寒担任监制 胡军等老戏鼓一起加入到演员阵容当中 为这部电影《偏砖加瓦》 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期待 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长空之王》 官方发布了这部电影的终极预告 也预示着这部电影的大招已经交代出来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终极预告》当中主打的依然是特效 以及飞机的英姿 但是当中也穿插了一些家国情怀的细节 王一博在里面因为是是飞员的特殊职业 他的母亲很担心儿子在空中出现意外 所以劝说儿子不要继续是飞 经过一系列的经历之后 王一博依然选择了是飞 虽然违背了母命 但是因为家国情怀确实让很多人感动 《终极预告》当中有一些之前曝光的造型 但是王一博脸上很深的划痕造型还是第一次见 那么深的划痕 母亲看到了心疼不已 观众看到了肯定也会非常的感动 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伤痛才会留下这么深的印记 从目前来看《长空之王》这部电影不管是特效还是演员表演都非常的到位 接下来就看最重要的剧情了 这部电影目前在国庆档期的预售成绩一直排名第一 如果剧情给力的话 相信这部电影将会成为2022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 读者朋友们 你们这次会去电影院支持吗 媒体预测总票房在6到8亿左右 你们觉得这个数据怎么样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